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评论说 日本如果不发动太平洋战争 那中国人几乎是抵抗不了日军 其实这种想法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它就是完全忽略了侵略战争最本质的目的 为什么要打仗 那肯定是因为有利可图 这个利益是什么呢 如果说扩大国土就是利益 那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王朝不占领蒙古高原呢 因为在农业社会之下 草原它种不出粮食 所以说领土的扩张本身就是为了资源 只是在农业时代抢的是农工土地 工业时代那抢的就是战略资源土地 这个战略资源那就是石油煤炭 在20世纪30年代末 日本的能源结构是这样的 80%的石油来自于美国 10%的石油来自于东印度群岛 只有7%左右的石油可以自己 这里面有个数据在这可以分享给大家 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总值为2.89亿美元 其中石油精炼油废钢铁圆棉 这4项战略物资就达到了1.42亿美元 约占1分之1 以石油这一项去看 日本所需要的石油来自于美国的份额 在1937年就占到了80% 1939年占到了85% 而1937年到1938年期间 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军需用品 占军需用品总进口额的55% 1937年美国对日本废钢铁的出口量 是1931年的40多倍 要知道1937年日本的财政收入是47亿美元 以当时的汇率来看 1美元可以折成当时的2-4日元 也就是说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15亿美元左右 而每年要花在老美身上的钱就将近4亿 这换谁谁也受不了啊 那日本从918之后再到1940年 它找到能够替代美国石油的生产地了吗 是是是 没有 不仅石油没能摆脱美国 它连铁和各种军需用品都开始逐渐的依赖美国 这就是二阵当中最搞笑的一点了 作为侵略国的日本 竟然是被战胜国老美给一手奶大的 此时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 它的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所以说日军在中国蚕食土地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在中国本地进行工业生产的 那想要生产怎么办呢 还是要从老美那买东西运回国内 然后再生产 等于说自己打仗 最后钱呢全进了美洲大陆 直到最后哎 日本没钱了 从1939年开始日本的经济逐渐下滑 国内的粮食供应也开始跟不上了 没钱买资源 可没资源呢 仗就打不下去 就这样日本把目光开始投向了东南亚 1939年的2月 日军占领了海南岛 到了3月份 日本又占领了距离马尼纳700英里的南沙群岛 1941年日军开始向南亚地区进攻 这下美国就炸了 你打南亚抢资源 那我这些东西卖给谁啊 你把手伸向了战略资源要定 那不就是打我的脸吗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8月份 罗斯福直接向日本发出了警告 并且提出了和平的价码 日本停止南进 从中国撤军 并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各国要和日本一样 在中国享受一样的特权 日本也是撕破脸了 不可能 老子要的就是资源 有资源了还用听你的吧 到这儿 日美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已经很紧张了 日军最开始的想法是赶紧在东南亚地区 占地盘 然后建一个防御圈 当时的三文五十六就觉得 美国的工业体系太强大了 咱们耗着耗不起 那就不如干脆嗦哈一遍 一鼓作气的消灭 美国在太平洋海上的军事力量 然后趁着美国人重建海军 无暇顾忌的时候 逼他就范 这个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背景 到这儿 咱们再回顾一下论持久战当中的内容 日本国度比较地小 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军感缺乏 经不起长期的战争 所以抗日战争中国的胜利 本身就不是依靠哪个人的援助 因为以日本当时的自身条件 在开战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